本週帶我們一窺究竟Tiny ML世界 謝謝 謝謝主持人介紹 看到那個星爺就知道 我本身也是星爺的愛好者 他的電影我們都是手背 像時辰的話我們看了大概不下數十次 甚至搞不好就百次都有可能 當然就是仰賴我們第四台一直重播 剛才主持人大概介紹 我那時候用了Steven Joe 作為我的筆名 然後去年連續寫了30天 那也很高興就是因為剛好 MCU跟AI這兩個東西要結合在一起 是這個未來的趨勢 所以也因為這樣我很認真的寫了30天 所以剛好得到這個冠軍賽 好 那我們今天用比較輕鬆會諧的角度 來跟大家分享這個AI跟MCU之間 到底兩個怎麼去把它融合在一起 那也剛好那個星爺以前時辰那個橋段 那個殺尿牛丸怎麼樣把那個 殺尿蝦跟那個牛丸兩個把它結合在一起 所以我就藉由這個點子 然後把它寫成這些文章 所以我們今天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什麼是MCU 然後AI能拿來幹什麼 那怎麼樣把它混在一起 然後我們才那怎麼樣用一些比較 跟我們傳統在做AI不一樣的方式 怎麼樣才能把它整合在一起 那最後我們如果還想要再更深入 因為我們今天只有30分鐘 所以可能沒有辦法很完整的跟大家分享 全部的技術內容 我們今天先給大家起個頭 讓大家了解一下 那一般我們在外面常 也許大家可能有在用MCU 或者什麼 那我們一般最容易區分它的就是說 如果像我們的手機 它只有一顆CPU 事實上是不夠的 它可能還有搭配很多其他計算的功能 還有一些控制功能 但是它的那個記憶 就是你放那個作業系統 比如說你放安卓 或者是IOS 這個它可能是放在Name Flash裡面 那你的D-RAM也是獨立的 為什麼 因為它要RAM作業系統 它要很大的空間 所以一般我們這個把它叫做SoC 系統在晶片上 像你們現在用的手機 或什麼素媒Pi 大部分都屬於這一類的 那它上面可能是RAM Linux 或者是RTOS之類的東西 那我們的單晶片 事實上就很小 那它就是一個 一顆IC就全包掉 所以它有Flash也有S-RAM 那也有CPU 還有各式各樣的控制元件 可是可想而知嘛 我要把它全部都塞進去 那我能塞的那個量 肯定就不會太大 那在傳統單晶片上面的話 它大概 通常是沒有什麼作業系統 不過現在因為為了要開發方便 所以像AM的話 他們可能會有類似像那個 Embed 或者是大家如果再RAM Arduino Arduino基本上不能算是一個作業系統 但是它很接近的 然後像那個 我們常常會RAM那些MicroPython 那事實上底下也是有在RAM一些 基本的那個作業環境的控制的東西 好 那一個MCU 基本上它有非常多的種類 那從最早Intel那個推出80 可能從最早8048 8039 8051 這一系列的 那台灣早期聯電最早就是在做這個MCU 那它把這個所有的晶片都融合在一起 就是剛才我們提到的這些計算功能啦 記憶體啦 Io控制全部都融合在一起 那後來就有什麼所謂的68k 像還有像以前大家用那個 很多那種MCU 就是單晶片的東西 那我們現在事實上 90%都被那個所謂的ARM Cortex這個系列取代掉了 那為什麼呢 因為當年8051是所謂的複雜指令集 然後它很耗電 那它速度也不快 那後來ARM他們推出競電指令集以後 然後就陸陸續續又一直改 改到後來就是有一個叫做Cortex M的一個系列 那你們現在的什麼數媒派的手機 大部分是A系列的 什麼A53、A57之類的 那從Cortex M系列來講 它我們大致上就可以分說 它從V6的指令集 一直到最新的V8.1指令集 那我們現在很多單板圍電腦 就是那種小的控制的單板圍電腦 大部分都是這樣 那最近幾年可能Risk 5也慢慢興起 像這次的論壇裡面 我們也有好幾個講者也在分享這部分 那事實上我們大家可能常常 如果有在玩Arduino的人 大概就知道說 它基本上除了最早期的 像UNO R3那種比較小的板子 它不是用Cortex M的系列以外 現在新的板子幾乎通通都是用Cortex M 那因為它的跨度很大 從右手邊這個系列來看 M0的話可能 它可能只有100多MHz 然後它可能只有10幾MHz的Flash 520K的S-RAM 但是如果我們再看前面R3的話 它只有0.5K的Flash 然後2K的S-RAM 那大家可能知道 那個跨度一下就跳很遠 那Cortex M的話 一般來講我們可能 比如說我們有所謂的M0 M0 Plus 大家從這個指令集旁邊那幾個 你有看到M0 那M1可能比較幾乎沒有看到 M3現在幾乎是所有Cortex M的這個主流 然後現在比較新的大部分都是用M4 M7 那再新一點的話可能用M33 它已經用到8代指令集 那這些不同的指令集 它就是代表著說 它可以做更多的 比如說平行運算 或者是把32bit 拿來當成4個8bit用 諸如此類 那像現在M5的話 除了CPU本身能力提升 它甚至還有加155的那個 NPU的神經運算指令 那台灣大概有大概幾十家廠商 在做這方面的那個晶片 那大陸更不要講 大陸隨便一算大概都是50到100家 那國外的話那個更數不完 那我們台灣事實上在 只要你是做電子的工程師 幾乎大概都會摸到MCU的寫作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今天要來討論 這個MCU加AI就遇到一個超大的麻煩 首先我們第一件事先了解 AI要幫我們做什麼事 大家可能都有吃過什麼咖哩飯 那我很喜歡用這個來舉例 那你今天不會為了吃一個咖哩飯 還要自己去殺雞去種米 去種那個馬鈴薯啊 紅蘿蔔啊對不對 那我們了不起就是去那個超市去買 那個人家已經幫我切好一塊一塊的 人家已經幫我洗乾淨了 然後再來我就按照那個食譜 然後就按照順序 比如說我今天要吃日式咖哩 還是要吃和式咖哩 還是台式咖哩 那可能那個煮的方法 配方啊然後順序都不一樣 調料也不一樣 那最後就一盤出來 那你今天懶得做怎麼辦 那你就去買個調理包 三五十塊一包 你也可以去那個五星級飯店 吃一個五六百塊一千塊的咖哩飯 那差別就在於你的執行的細節 然後還有你處理的這個過程 那我也不可能說 比如說我今天去菜市場買一大堆食材來 那我馬上就要把它全部消化掉 也許那好幾餐的分量 那這些工作基本上 就跟我們在做AI是蠻類似的 第一個我們要去收集資料 可是我們的原始資料 不管你是語音 你是影像 你是數據 比如說感測器的數據 它都是很髒的 它可能有環境背景的干擾 或者是比如說影像的話 可能有燈光 然後聲音的話可能有背景聲音 風切聲之類的 那你來了之後 我們就必須要把這些資料做一些清洗 或者是篩選掉一些 真的不太能用的東西 那來的時候可能很多 也許你有幾十萬筆 甚至上百萬筆 甚至上千萬筆的資料 那我們姑且不要再忙那麼多 那我今天如果訓練的時候 一口氣就要把它幾十萬筆的資料倒進去 那我可能算到天昏地暗 像剛才上位講者他說 他們一圈可能一個月就不見了 那當然這個地方我們就說 那我們是不是先拿一小部分 我們先來試試看 那你覺得還OK的話 我們再開始加資料進去 那當然這中間有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叫做資料標註 如果你標註的內容不清楚 或者是標的不好 那你訓練出來就是 複製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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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失去你做AI這件事情 那我們把這些工作統合起來以後 那最後你就會按照你的需求 比如說我是在做分類 我是要做回歸 我是要做這些增強學習的東西 或者是我要做一些時序預測的東西 都可以 那我們一般講到這個所謂的邊緣智能 Edge到底有多邊緣 那我們一般講Edge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我們如果像我們的這些推論 就是我們要去計算那個模型 是需要反覆一直計算 少折幾千次多折可能幾十萬次 那個參數可能少折幾萬個參數 多折幾億個參數 那你這樣一跑下去 少折幾個小時多折可能是幾個禮拜 都有可能 那所以這些我們 如果用我們一般自己的小電腦來跑 那就太慢了 那我們可能就要用GPU 甚至不夠的話我們要用機房 那種大的 那一次可以用 等於是你的電腦的幾千倍的速度去跑 甚至不夠的話我同時開很多台 那就拿錢來換 拿錢拿時間來換 那我們事實上Edge的話 比如說我們今天只是收了一個聲音 收了一個影像 可是我們如果今天考慮到說 我這個影像或者我的資料是不准上網的 比如說醫療影像 它是不准上網 還有比如說那些 比如說你家裡面發出來的聲音 比如說像那個Alisa 你今天去買東西 那你家裡萬一有一些聲音 萬一被透露了怎麼辦 那所以我們希望說 可不可以有一個AI晶片擋在那裡 然後或者是一個MCU擋在那裡 讓我的資料只把結果送出去 而不要把所有的原始資料往外丟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 第一個減少你的通訊量 因為儲存要錢、計算要錢 然後你的整個內容都要這些費用 這個很嚴重 那所以如果我們以計算力 或者是你的功耗 像功耗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要用多少電 才能把這個結果算出來 那價格我們更敏感 尤其我們在做這種小型的ILT應用的時候 我們小則幾塊錢美金 像我們這個底下這張圖 我就用了交通工具來舉例 就好像你今天是滑板稱 那我們一般Edge 大家可能因為外面都很浮誇的 在做這些介紹 所以基本上我們可能從晶片或單板微電腦 還有一般你的主機筆電 一直到我們的大型的伺服器 然後甚至像現在5G基站以後都會這樣 那之前有一次我去參觀那個NVIDIA的一個展示 結果他一台大概一千萬台幣的電腦 他跟我講說這是Edge 我說那我們平常那幾塊錢的也叫Edge 那一千萬的也叫Edge 他說我沒上網啊 所以我就叫Edge 在整個如果工廠等級來講 他沒有錯 這是廣義的Edge 所以我們一般這邊 我們就是要區分一下 那待會後面會再跟 那另外來講 因為我們現在AI開發很多框架的問題 那你今天基本上大部分的框架 都沒有辦法移到MCU上面跑 這就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那所以我們在做這種邊緣智能上面 我們就會先提到一個問題 就是以前我們都講AIoT 你有AI 你有IoT 兩個加I一起不就變AIoT嗎 那我們一般MCU來講 你基本上因為那個算力跨度太大 你可能從幾MHz到幾百MHz都有 那你的記憶體可能從幾KB 一直到幾MB都有 那這時候我如果要弄一個東西 就好像你今天弄一個APP 如果你今天手機等級不一樣 那APP可能使用者感受就不太一樣 那所以以前的早期的AIoT 大部分都是我MCU只負責收集資料 然後做短距離通訊 或比如說我先用Bluetooth送到 或者是用Wi-Fi送到我比較近的這些 那個Loutter上面 然後再從Loutter送到Cloud上 那Cloud算完了又再回來 那這樣使用者體驗就會比較接近 因為它的反應 那這樣的話就有點失去 我們剛才講的一些隱私性 或者是這種高反應性的問題 因為你斷網的時候你的功能就 智能就通通都沒有了 所以我們今天的智慧 如果要把它轉移到我們的MCU上 我們的MCU的能力就要提高 那或者是說我們就要把它切割開 好有一些現在的MCU做得到 我們就移到MCU上 那現在做不到的 我們繼續保持在這個Cloud上面去做 好那所以就在大概2018年的時候 就有那個國際上就有很多公司 就說那我們大家來討論一下 然後就成立了一個叫TinyML的基金會 這個他們T是用小寫 那這個集結了大概全世界幾百個公司 那這邊只列了大概幾十個 那個比較大的 甚至連Intel像NVIDIA 他們事實上跟MCU一點關係都沒有 他們也都加入了 那為什麼 因為你後面還有平台 你還有很多算法的問題 轉換優化的這些東西都可以 所以我們基本上 就是要符合感測、預測、決策 要把這三個事情 通通都丟到MCU上面來做的時候 那TinyML它沒有很明確的定義 你要怎麼做 但是它希望你第一個 看能不能降到mini瓦等級 然後第二個 我的這個功能 這顆MCU是24小時一直開著都不停的 甚至整年都開著都不停的 那 再來我希望用電池來供電 用電池來供電 那當然啦 用電池供電又要長時間整年這樣 當然它是有前提的 就是說 你沒有說 我只說整年在轉 我沒有說每分每秒都在轉 也許比如說我是一分鐘轉一次 或者是十分鐘轉一次 或者是一天轉一次 那這個都是可被接受 但是如果以現在正規的AI來講的話 那幾乎是不太可能 可能至少都是 比如說樹莓派好了 你至少都是5瓦、10瓦起跳 那你如果是NVIDIA、Jensen Nano 至少都是15瓦 那你如果再更大的話 可能像那個車用的PXX的話 可能大概都上千瓦 你家電鍋也不過差不多一千多瓦而已 那我們外面現在大家運氣很不錯 我去年在寫這個題目的時候 跟今年來比 今年又多了 大概十幾塊板子出來 那我稍微再重新整理一下 那基本上現在我們剛才講 那個MCU的市場 現在幾乎大概有90%都被ARM掌控 那ARM本身它是不生產IC的 它是把那個IP賣給這些 這些做MCU的廠商去開發 所以如果像我們台灣的話 最近有出了一塊那個中方電 那它是結合新唐的那個MCU 它是Cortex M4的 那那個Silicon Lab的話 他們最近有推M334 算是比較新V8指令集的 那以往的話 這種大概只能RUN 那個比較基礎的感測器的 或者是這種Motion Sensor 或者是這種環境的Sensor 比如說溫度、濕度這些 然後把它整合在一起 然後做這個小型的時間預測 或分類這樣的應用 那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大概因為隨著我們現在MCU的算力 稍微提升一點點 比如說到Cortex M7的時候 已經可以到 大概將近500MHz以上 甚至有的到六、七百 那記憶體也都已經快要到 1、2MB的Flash 那個SRAM也都到512K左右 所以我今天掛一個鏡頭 大家不要想說 這掛一個鏡頭就可以無所不能 那什麼都可以做不行 它只能做很簡單的 比如說今天一個人 那個工廠 比如說晚上要監測 那個人有沒有走過去 那以前的話 那種安全監控系統 只要有東西走過去 不管是貓、狗 都會干擾 甚至一隻飛蛾 晃過攝影機前面 它可能就被觸動 那這個就很不好 那我們就可能就改用這種 所謂的 可以24小時一直開著 但是也許我一秒或幾秒才算一次 這個OK 所以今年來看 我們已經有多了 我這邊大概只列了八款 這個有帶那個 所以基本上大部分都在M7左右 比較剛好 那另外有一個那個利用A7 A7基本上已經可以 讓Linus的作業系統在上面 所以基本上比較不像MCU 比較像MPU 好那像ESP32CAM 可能大家用的就很多 或者是像那個ESP ICE 基本上這兩個是類似的 是一樣的 那其中那個HIMAS 是我們台灣的那個奇景光店 他們生產的 不過這顆他不是用AM的那個CPU 他是用一顆DSP改的 好那所以事實上他這個 我們現在如果 如果大家問我說 那我如果想自己來玩玩看 那我要去買哪一塊板 我通常都會先推薦這一塊 為什麼 因為全世界所有能支援的平台 這一塊的支援度最高 可是去年我買的時候大概1300 現在已經漲到大概1600 我講的是露天的價錢 那個你如果去淘寶 或者是其他地方 或者是你有辦法 直接從國外進來 可能會好一點 價錢會比較 大概好像是不到70塊美金吧 對不起講錯了講錯 沒有那麼多 好那再來的話就是 他上面會有什麼 然後慣性IMU就是有九軸感應器 就是加速度 然後腳加速度就是陀螺儀 然後這個地磁感應器 那各三軸就九軸 然後那個微機電的麥克風 然後還有一些那個進階光照 然後溫濕度 他就整個一塊板子 我就什麼都有 但是他唯一的缺點就是 他沒有那個電源管理系統 所以你如果要裝離電池的話 你就變成要自己在額外再裝 那基本上他這種都是屬於排真型的 那所以很容易你自己在做轉接板 或者是自己焊接 那台灣的話 中方電這塊的話才剛推出來沒多久 那個他是主要核心是 因為中方電這家 中方電感測這家公司的話 基本上他是專門做感測器的 那所以他就新唐跟他們有很密切的合作 那新唐是台灣最大的MCU的供應商 他幾乎從M0、M4、M3 那個M33然後那個M4 M7他們沒有做 那基本上大部分都有 那這塊板子很像剛才的這一塊 那他的當然因為剛出來了 所以他的資源性稍微比較沒那麼多 所以我們就整體來看的話 那基本上Tiny ML他大部分 我們現在只能做那種非影像類 或者是小型影像類的東西 然後什麼震動感測啊 那個感測器 或者是我們叫Keyword Spot 就是說害Siri害Google 然後把那個機器叫醒 或者是我們要分類 開燈、關燈 這類主要是Voice Command之類的 那其他的話可能要到比較高階的那種MCU 或者是甚至你要到真正的電腦才有辦法做 那比如說像我們的智慧P 或者是我們加個味道的感測器 然後我們就可以 甚至我們可以去聽豬叫 豬有沒有生病 那甚至像國外有些小朋友 他們就很可愛 因為松鼠都會去偷那個鳥食的東西 他們要餵鳥給鳥吃東西 然後結果就造成說 常常就是會被偷吃 那他們就做了一個門 如果看到松鼠來就關門 然後鳥來才開門讓他們吃東西 那這有很多應用 那我們一般大型AI的話 就像我們剛才前面介紹 可是小型AI的話 我們大部分寫MCU的人 基本上都不太懂這些東西 那我們寫那個AI的人 你又全部你要把它塞進來 因為你很習慣在GPU上面做 你很習慣在Intel的大型GPU上做 它已經小到這種程度 你根本就沒辦法自己來 那所以如果你要搞出這邊這麼複雜的東西 那你沒有很強的那個實力 橫跨兩邊 那基本上是很難做到 所以現在大部分那個框架很複雜 那有那種專業型工具的 也有這種大家比較不需要動腦筋就可以用 所以現在就流行所謂的no code或fuel code 好這邊列了很多個平台 那基本上你只要免費註冊一下 那我最推薦的大概就是這個Edge Impulse跟Sense Mode 這兩個基本上是 尤其Edge Impulse它是現在全世界最大的 免費的一個Tiny ML訓練平台 你也不用錢 當然你不用錢 訓練的那個量是比較小一點 還有像那個Newton 這個最近也是大力在推銷 那去年我在寫的時候 就是寫這個文章的時候 主要就是用Edge Impulse 我就寫了像那個震動的部分 然後還有那個聲音辨識 還有影像辨識的部分 好那雖然像那個剛才那個 Bear Essence它雖然不能接那個 他們上面沒有CAMERA 但是它事實上可以外接 好那今天的話我就改用另外一個 那個最近我寫的一篇文章 就是那個Comeker跟那個Sense Mode 這兩個整合在一起 那這兩個的話 基本上它在做的事情就差不多 硬體的板子它就負責收集資料 收集這些訊號 然後我們這個軟體就是平台的部分 它就負責幫你幫你收 因為你硬體的板子產生訊號 最後還是要有人幫你存到PC端這一邊 然後或者是把它送到雲端 那像Edge Impulse它就直接上雲 那這邊的話它就分兩段 就是我錄訊號的部分是在本地端 然後分析建模的部分是在雲端 那所以它整個步驟基本上就跟剛才很像 那它唯一的好處就是說 我今天這個模型不用自己人自己來處理 那Edge Impulse它是用 你還可以自己調一點參數 那這邊是你連參數都不用自己下 它就直接幫你弄好 然後它直接就幫你轉成MCU可以跑的程式 那你只要把這個程式直接燒進 就是等於說你經過它的編譯工具之後 然後燒進去你的MCU板子 它就會跑了 那你說那我沒寫程式 那程式在哪裡 程式它已經幫你處理好 那如果你說我本來它是控制 那個板子上面的LED 那我現在想要去控制真的燈怎麼辦 那你就還是要小改幾個行程式 然後再去重新再編譯過 這樣的話就可以作業 好那這邊來講的話 基本上它就是提供了幾個工具 第一個叫做Data Capture 這個顧名思義它就是抓資料 然後還有Labeling 標註 標註這件事情很辛苦也很累 那人就要傻傻的在那邊一直標 所以常常有時候這些工作都是外包 那當然我們如果一開始 自己在做某些新題目的話 就需要自己來 好那它比如說我今天錄一段聲音 比如說好開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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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開燈控一下 空白一點然後開燈 那我待會標註的時候 好我假設一秒好了 那我就這個一秒 那這個如果不滿意的話 你可以左右稍微調一下 那像一些空白的地方 你也可以再標成說 這個也不是開燈也不是灌燈 那這樣的話你就可以 這樣可能五個十個不夠 你可能就要標個五十個一百個 這樣事實上五十個一百個 只是讓你練練手而已 那你真的要跑的時候 可能要亂個幾千個 那你今天一個人來講開燈灌燈不夠 你可能要找一堆男生女生 老的小的 因為我們講話的聲音速度頻率 什麼各方面都不一樣 那音調有沒有 我不要開燈 就很難很難控制 那所以透過這個收集標註 然後你最好那個在訓練的時候 當然它這邊是比較free說 你可以長短 然後到時候它再幫你抓 但是通常我們會建議就是 你一開始就要把它做成一樣 這樣子會比較理想 好那有了這些資料 有這些標註 那在Sense Mode這邊來講 它基本上它比較 它算是一半一半 等於說剛才那個是在本地端 然後那個另外一半是在雲端 那Edge In Pass的話是全部都在雲端 那這邊來講的話 Sense Mode的話跟那個Edge In Pass 不一樣的地方是說 Edge In Pass你還要自己選模型 然後還要再設幾個參數 然後可是在這邊的時候 你什麼都不要 你就按一個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 好 收工 那它怎麼知道 它怎麼知道那個模型要怎麼做 這裡面動用到一個技術 我們叫做AutoML 就是自動產生訓練的模型 那它怎麼知道 它基本上它會從剛才你標註好的資料裡面 去提取特徵 然後再去套用這些參數 然後就假設好 比如說假設我特徵有10個 然後我今天希望我的記憶體要控制在多 比如說20K 我的Flash需要控制在100K 那假設這是三個條件 那每個條件裡面又可能 每個裡面又有細分的項目 比如說我可以用10個特徵 我也可以用20個特徵 那我就這樣玩排列組合 那基本上這些事情就不用你來 它自己幫你處理 那當然處理出來的東西 它也不知道你要什麼 那它就先給你五個 你如果不滿意 你就再重做 它又再重新產生 那直到你覺得這個東西還不錯 那不錯的話 它基本上可以在上面測試一下 測試完了 你覺得再把它放到你的MGV的板子 如果跑起來還是不滿意 就要嘛再重新加資料 再重新訓練 要嘛就是稍微再重新配置 這些相關的這些條件 那就會得到你想要的結果 好 那最後當然我們還是要把它燒到這個MGV的板子上 那我們剛才有提到 那你都沒寫半行程式 那我開燈關燈 它那個結果到底跑到哪裡去了 那基本上所謂的No Call 就是基本上它透過UART 用Virtual Count的方法傳到你的PC端 那你PC端接受到是什麼 是一串四串 比如說這邊上面 假設我有兩個分類 On跟Off 第一類跟第二類 那它就說你的結果是1 你的結果是2 那它多久會反應一次 就看你那個模型有多大 有可能也許零點幾秒 也許有可能要1、2秒 那你說這樣夠不夠快 所有的可不可以接受 都是你決定 1秒叫做快還是0.1秒叫做快 只要你能收就夠快 我們就不用太在意 那當然如果比如說我期望只是1秒 要反應一次 結果你給我算了10秒 那我這個東西當然不能用 那我這只能再換快一點的MCU 或者是更高級的一些相關的板子來做 基本上這個資料太豐富了 一下子沒有辦法完全講完 那我今天有把這些相關的內容 還有一些我這邊引用的例子 都已經放在上面 那大家掃QR Code就可以拿到這份簡報 或者是大家從我們網路連結 就是我們CodeCup的講者簡介 那邊有一個HackMD的連結 我已經有把這些相關資料都已經放進去了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那還剩1、2分鐘 那個有沒有什麼問題 來請問 不太會啦 因為像剛才我們舉的例子 基本上都在CodeC M4到M7上面 像比如說M4跟M7的話 基本上它大概一般都要run 用那個ARM的MB的作為系統 那所以它那個多工處理 事實上以那個 因為那個就是專門ARM寫給那個 Time Cortex系列在用的 所以它那個反應事實上是夠快的 那當然會耗掉一點點時間 會不會影響到你AI計算 事實上那個比例不高啦 請問一下 那你們剛剛 它選出來的那個Code對不對 很有機會看得到嗎 它會影響什麼樣子 目前來講那個Edge Impulse的話 它是反過來先給你選模型 比如說我是全連結的 然後你可以去動它 所以那個你就看得到 但是如果是那個SenseMod的話 它基本上它是直接View完了以後 它就給你一個Library 那那個Library基本上裡面 就已經包含網路層跟參數層 所以你就看不到任何東西 大概是這樣 還有沒有什麼其他問題 沒有的話那個我時間也差不多 那個就今天就分享 那如果有問題的話 我們來私下可以再聊一下 好 我們謝謝Jack 那下一場議程10分鐘後開始 然後歡迎大家下一場議程 再回來參加 請問一下 如果有任何問題 你現場找Jack 或是多多利用我們五樓的hacking room 可以進行討論 他會想說是辛苦 所以基本上就是 他就是即便他剛才把那個 路程跟那個參數層 一起討論 但是他還是會把他 那個部分就是 還是 比如說他展示一下 你還是要做一些 其他情況 比如說你用很多人 或者是其他的 那個可以供應 比如說可以嗎 可以找到 哎呀 你還是寫進行討論 所以我這樣 我理解說 他可能有點接近 就是那些 他可以寫出一個 他可以寫出一個 但是我在指示的時候 我就會比較那個 那個 因為這是 那個公司的 公司 那個公司的 那個 他就不想看 可是像H&P 或是你如果用那個 Google的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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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個 那個 平台 他 現在 他 他 他 有些部分 他就 隱藏掉 他 他就 他就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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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 一般 你喜歡用拍照去 他 他 他 那你又看得到也勸得到也要 那最後那個東西太大了 只要把它重新壓縮成 你可以在人心上比較精靜的運作的樣子 那基本上每家他都沒有他自己的 就你同樣是開拓起來 我今天轉出來之後 他轉到不同的人心上 因為因為運作架空調 所以他很難統一 所以現在每一年同意的這個套 因為這個CPU他們家做的 所以他可以利用那個CMSNNH 要用這個 對 用同意的廣告 幾乎5G這麼多 他前面也太急 我們等一下應該會把他搶的機會 然後有一些 剛爆場就對了 有一些需求換一下 因為他可能 那個他練習得太小 所以基本上他像這樣的東西 他不是這樣拍照去說 你可以一項一項 那大部分都要出去 大部分都出去 直接整個到 畫面有出去嗎 有 SIS 有有有有 好像有 我把他拉過去看看 看是不是 可以拉到副螢幕去 副螢幕在哪邊 沒有到副螢幕來 事實上 真正在運作 那邊還是在投你的畫面 不是投我HDMI出去的畫面 不是投我HDMI出去的畫面 喔 真的出去了 對 有出去了 已經出去了 喔 好 那OBM 沒有 你如果要想寫 你不去 那你不去 對 可以拉 他已經從這邊接出去了 喔好好好 那OBS那個畫面呢 OBS的APP在哪裡 我來挑 他應該是在這邊切的 就是我覆螢幕上應該是有東西在上面 然後截取軟體、截取裝置在這裡的 所有東西都已經有了 對我有一個麥克風卡已經在這了 然後解析度換了差不多1080 我覆螢幕的現在是 我可以調解析度1280、720 然後 20Hz旋轉是標準 所以再換一個解析度沒關係 換成1920、1080試試看 1920、1080也沒有 用成鏡像也沒有 所以不是鏡像的問題 這裡每一個Panel它都會有直播嗎 沒有沒有 我們只是錄影 只錄影 對只有珠貴的 只有珠貴有直播 對 那好像有個特別的Panel 他們是自己辦的 他們是自己辦的 對就是不是大會做這樣子 那這錄影最後會釋出 會 會 就是不是直播型態 就過一陣子就會釋出 對對 對 淡出淡入 淡入 直接轉場 轉場特效展示預覽 串流 對 對 對 所以 這要丟電腦畫面沒有錯 沒關係 我們等一下 我們等一下 我們聽到 蟲鵑睛 我們可以 在內容 在內容 可以 我們在內容 沒有 這 可以 有 我現在有 我自己的電腦上以前有看到副螢幕 但是它副螢幕不會被 就是不會被截取卡上面 我電腦有看到截取卡的副螢幕 在這邊沒有看到我的話 副螢幕你有沒有用 然後我開鏡像也沒有畫面 開鏡像可以看到 我開鏡像出去也是 沒有畫面 因為早上也有遇到 MAC這句話 不曉得 你幫我 我現在會需要 他 他是完全一比一的嗎 他就沒有眼神一步的 對 但是你有那個就沒有這樣 如果說你來用 你的接近步道 先調低一點 他就有一個 就是我經常說可以 因此 就是你只要 我先去拿 你現在有一個 我先去拿 我們清理一下 你可以去拿 我來 你去拿 你去拿 我去拿 你去拿 我去拿 我去拿 你去拿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 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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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 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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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 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第一个 然後 提供 提供 從2018年 提供 字幕提供 提供 字幕提供 提供 字幕提供 提供 對呀 提供 字幕提供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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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 我對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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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